在江苏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门口,一对母女为了一套房子吵得不可开交,母亲说她的女儿不管她,直到她重病却不愿意拿出钱给她治疗。 看着昔日母女对簿公堂,路人不免全部都站在母亲这边抱怨女儿的狼心狗肺。 可女儿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大跌眼镜,故事也瞬间出现了反转。 那么这位母亲为什么会受到女儿这样的对待,她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纠葛呢?法律又会怎么判决呢?一圈三连,点个关注。 女儿的父亲当面指责女人心狠,原来母亲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结婚, 婚后还把女儿赶出了房子,后来因为自己生病了,还要求女儿卖了房子把钱给她治病。 而女儿却不愿意出这个钱,认为她也没这个义务去管,曾经狠心抛下她的母亲。 母亲名叫钱有平,钱有平曾经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是一家人的生活也还是过得去。 她的前夫马洪才当年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享受了政府的福利,分到了两套住房。 房子到手以后,家里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可夫妻俩的关系却越来越差。 马洪才的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根本就收不住,两个人经常因为小事吵架, 有时候马洪才还会对钱有平拳打脚踢,甚至还把钱有平的手指打断过。 面对脾气古怪的丈夫,钱有平根本就受不了,于是他背着马洪才在外面有了一个情夫。 钱有平和情夫严存扣在一起,久了之后,胆子也大了很多,好几次都不按时回家,因此马洪才还是发现了钱有平的不对劲。 被马洪才当场抓包之后,钱有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马洪才的面前叫嚣他早就不喜欢马洪才了。 面对妻子的背叛,保守的钱夫根本就受不了,一气之下提出要和钱有平离婚,并且还决定让钱有平净身出户。 钱,房子,女儿他一样也别想要。 考虑到钱有平不认识字,于是在《离婚协议》上面马洪才写的内容,钱有平根本就不知道。 当时的钱有平知道是自己错了,也没有一句话为自己辩解。 他为了能够和自己所谓的爱情在一起,直接就签下了那份被马洪才精心设计好的离婚协议。 这就意味着,离婚之后,钱有平就得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了。 钱有平的女儿小丽知道了事情真相之后,他十分担心身无分文的母亲离婚的不幸福,于是他主动向父亲提出要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面对女儿,父亲非常的心疼,他心里很清楚小丽的母亲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小丽和她生活在一起之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所以她开始是不同意的。 可看到小丽的眼泪,最终她还是拧不过小丽只能答应她。 就这样小丽带着父亲分给她做嫁妆的房子和母亲生活在了一起。 而那套房子小丽也让父亲在公正处做了公正,给了一半给母亲。 本来小丽以为这次的经历会给母亲一个教训,但是她万万没想到母亲竟然执迷不悟。 甚至还让她差点连这套父亲留给她的房子也保不住。 把她钱放在哪儿放在哪儿,然后她直接说她要去拿两千块钱给我妈交住院费,没有钱,然后拿着我的钱。 回想起从父亲马洪才家搬出来之后的日子,小丽一再哽咽。 这些年她跟着母亲和继父实在是受了太多的苦。 和马洪才离婚之后,钱友平一身轻松,马上就带着小丽嫁给了严存扣。 而小丽的父亲马洪才也在不久之后给自己找了个伴。 小丽不是很喜欢继父严存扣,她住在那个家里也感觉到非常不适应。 甚至小丽从来都没有叫过严存扣一声父亲。 小丽长大之后,她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赚钱,这样一来她就用工作不方便的理由不住在严存扣的家里。 小丽虽然每个月没有多少工资,但是她很有孝心,每个月都会把自己的钱给母亲一部分,自己只留下一些生活费就可以了。 这似乎成了不成文的规定,之后每个月小丽没有按时给钱,钱友平都会打电话催她。 小丽在外面没有工作多久,钱友平就被查出来得了病,她马上打电话给小丽,让小丽拿钱。 小丽每个月的钱都给了钱友平,哪里还有多余的存款给她治病。 不过她还是省吃俭用把钱留出来给钱友平治病,考虑到严存扣照顾钱友平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她还特意去医院照顾钱友平。 小丽的钱很快就被钱友平治病用光了,钱友平明知道自己的女儿不富裕, 但是她还是继续让小丽拿钱出来。 万般无奈之下,小丽直接和母亲摊牌,自己已经分文不剩了。 这时候,钱友平对小丽说,我们把房子卖了,这样就有钱了。 对于母亲的提议,小丽却非常的抗拒,她觉得她现在除了这套房子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母亲合颜存扣的感情看起来还是稳定的,但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呢? 万一以后因为感情不和分手了,母亲和她又去哪里住呢? 小丽和钱友平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钱友平却觉得小丽都是借口,分明就是不愿意帮她治病。 为此,钱友平马上就以小丽不听话为由,开始教训小丽,说小丽不孝顺自己,这根本就是要看着她去死了,她才安心。 对于钱友平的无理取闹,小丽百口莫辩,同时她也觉得十分心寒。 母女俩因此大吵了一架,在外面溜弯回来的颜存扣听到了吵闹声之后,她直接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地站在了钱友平那边,还和钱友平一起打了小丽。 等到一切平复下来之后,小丽决定再也不回这个家了,而钱友平和颜存扣也表现出一副巴不得的样子, 马上就让小丽现在就搬出去,小丽想要收拾一下行李再走,可他们根本就不给小丽这个机会,直接推壤着把小丽锁在了门外。 小丽离开了家之后,她也不知道去哪里,这时候马洪才打来电话问小丽最近的情况,小丽瞬间觉得自己有了一棵救命稻草,哭着把自己费尽的遭遇和父亲马洪才都说了,并且表示她不想住在那里了,家里的人都逼她,她实在是受不了这一切了。 马洪才听了这一切之后,气不打一处来,明明这个房子之前都没有钱友平的份,要不是小丽的坚持,她根本不可能加上她的名字。 考虑到小丽一个人在外面也没有地方住,于是马洪才又把小丽接回到了自己家里。 小丽在父亲的安慰下平复了心情,她想到自己的行李还在母亲和继父那里,于是她就回到了家里想要取回行李。 本来小丽以为母亲和继父应该已经平复了些,可她没想到这次上门,他们不让她进门一步就算了,两个人又想要动手打她,周围的领居过来拦住了两人,他们才不敢动手。 钱友平非常坚持,一定要让小丽同意签字卖房,不然就不让小丽再踏进房门一步。 面对钱友平的绝情,小丽毫无办法,她只恨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帮母亲,相比之下父亲马洪才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小丽只能再次回到父亲马洪才的家里,暂时和马洪才住在一起。 之后,钱友平见小丽不和自己联系了,她就一直给小丽发信息,让小丽看在两人多年母女情分上同意卖房子,帮她治病。 信息的内容也相当煽情,可是小丽还是很坚持,不愿意做出退让。 可钱友平根本就不愿意就此罢手,她以房子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为理由把房子的产权办理下来。 因为小丽也是房子的拥有者,所以钱友平让小丽和她去一趟。 一开始,小丽用工作太忙了为理由拒绝了钱友平,钱友平并不打算放弃,一直给小丽发信息,打电话连番轰炸。 在钱友平的坚持之下,小丽逐渐地也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房产证之前一直都没有,现在可以办理下来也不是坏事。 于是在2016年年底,小丽还是和钱友平一起去办了不动产登记。 当时钱友平拿着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文件一份又一份地递给小丽,而小丽也没有仔细地去看里面的内容。 她找到每一页自己签名的地方,就把名字逐一签了上去。 单纯的小丽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竟然还给她埋下了一个大坑。 之后,这些文件还成了钱友平把她告上法院的证据。 那么小丽没有仔细看的文件到底是什么呢? 法院会站在小丽的立场帮她打赢官司吗? 你为什么会签那个字? 就因为我相信我妈妈呀。 我相信她不会害我的。 虽然小丽母亲伤害了小丽,但是看在她是自己亲生母亲的面上,小丽的心里还是很相信母亲不会害自己。 2007年4月份的一天,小丽正在家里打扫卫生,她忽然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等她把门打开对方递过来了一个信件,说是给她的。 小丽打开信件之后傻眼了,信件中的文件上写着的内容竟然是法院传票,而里面的相关明细竟然是母亲钱友平对她的起诉,起诉理由就更加的荒唐了,说小丽霸占了房产。 在文件之中还有不少的复印复件,小丽这才一张张地仔细看过去,没想到里面的所有复印文件上都有自己签的字,而那些自己签字的文件竟然是房屋份额配比。 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清楚地写着,母亲钱友平占有份额99%,而小丽只有1%,当初父亲马红才在给这套房子做公正的时候,明明母女俩是个占一半的,钱友平这分明就是想要独吞这套房子。 在诉求上钱友平也指出,房子她是一定要卖的,小丽的那些份额她会折现给到小丽。 小丽看到这一切之后,明白当初是上了钱友平的当,她带着自己不是去办理房产证的,而是去做份额变更。 小丽瞬间觉得五雷轰顶,她实在是想象不出来,母亲钱友平为了把房子卖了竟然这么绝情,把自己赶出来还不算,现在还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想要独占房子。 她很清楚这下自己很肯定这最后的一套房子都保不住了。 小丽的父亲马红才知道事情之后,也帮小丽想办法,她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露宿街头,也不能容忍钱友平这个恶毒的女人。 马红才联系了当地记者,让记者对这件事进行报道,希望可以帮助小丽找到关键证据。 在记者的帮助下,小丽和记者一起来到了当初小丽和钱友平一起去办理房产登记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对于小丽也有些印象,当时他们在办理文件的时候把情况是和小丽说明的,上面的名字也是小丽自己自愿签署的, 钱友平也没有对小丽做出任何的逼迫行为。 小丽这时候对自己当初的不仔细也万分地后悔,只是她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去拿回自己的房子。 很快就房产纠纷,小丽和钱友平还是站上了法庭,在法庭上马红才成了小丽的证人,把钱友平的恶毒当场全部当庭陈述, 并且再三表示房子最初就是她留给小丽做嫁妆的,严格来说钱友平根本就不是房子的拥有人。 钱友平见马红才出庭作证,她也慌了,只能拿小丽不孝顺她说事,不断地在法庭卖惨,说小丽不愿意照顾她, 还因为她要治病卖房的事情骂过她。 法官觉得这毕竟是家庭纠纷,两人又是至亲,于是让他们自己先休庭调解一下。 只不过,这个调解再次成了另一个现场,双方在庭外再次大吵了一通。 法院也做了多次的调解,只是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恢复了庭审之后,法院最终还是以小丽拥有居住权的理由驳回了钱友平的上述。 这场为了争夺房产,把女儿赶出家门,用卑劣手段骗女儿交出房产份额的大戏也就此落空。 这样的结局也是大快人心。 为了争夺房产而坑害家人的人不在少数,小丽只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小丽最终胜诉了,保住了房产。 另外一个名叫双双的女孩却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她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就抛弃妻子,自己和小三结了婚。 为此还骗妻子离婚,婚后她也把房子给了双双,可后来她因为废弃种需要治疗,又来找到前妻让前妻负责,还要卖掉那套房子。 出于对父亲的今后考虑,双双不愿卖房,却遭到了父亲的道德绑架,不断地对她和母亲进行骚扰,以此达到她的目的。 对于这样的父亲,我觉得双双完全可以把她的父亲告上法庭,相信法院会和钱友平事件一样做出一个公平的裁决。 本来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对子女进行伤害来达到自己拿到钱的目的,这样的父母当真是让子女心寒。 我们是要弘扬我们民族美德,但是不能因为弘扬美德而被道德绑架成为两手空空的境地。